今天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港府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1 開幕典禮兼主題講座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、眾聯辦主任 香港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駱惠寧支持 林鄭支持時表示 今次是國安法實施後 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意義重大 所以國安委統籌了一系列活動 他又說 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的基石 以及人民美好生活的保障 香港對保障國家安全有限制責任 又說以動員全社會支持維護國家安全